官方的消息人士就表示说 俄罗斯国防企业进口的敏感技术当中 有约五分之一来自印度 星期天 车臣埃克马特特总部队指挥官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迪诺夫表示 截至周日 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库尔斯克州 至少光复了13个定居点 我们现在从截尼斯克前往乌格莱达尔 那么截尼斯克前往乌格莱达尔 主要是要经过亚述高地 截尼斯克南城到沃尔诺瓦哈大约45公里 同时从沃尔诺瓦哈到乌格莱达尔21公里 星期天 俄军继续向乌格莱达尔以西北方向攻击 俄军的突击队已濒临乌军新构筑的库拉霍夫城下 离市区西南郊最近处才两公里左右 当天在顿巴斯北线的战场 俄军继续沿库皮扬斯克斯瓦托沃克雷门纳亚一线发动攻击 并推进至库皮扬斯克市的东南部 在卢干斯克方向 俄军继续在塞维尔斯克东北部的比洛霍里夫卡 塞维尔斯克东翼的维尔赫诺卡米扬斯克 以及塞维尔斯克东南翼发动了迎级规模的攻击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军继续在恰索夫亚尔北翼的卡利尼夫卡 东翼的伊万尼夫斯克 以及南翼的斯图波奇机发动了排连级的攻击 俄军第98空降师的部分部队 担负了这个方向主要的作战任务 在塞维尔斯克战线方向 乌克兰托利尔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 清齐克在星期天表示 俄罗斯军队控制了托利尔斯克市 约50%至60%的地区 当天俄罗斯顿巴斯前线的指挥部的数字 为只控制了托利尔斯克市 约38%的区域 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 正在托利尔斯克市内展开激烈的巷战 周日俄军继续在波克罗斯克方向 发动加强连规模的进攻 俄罗斯专家表示 俄军由于向康尔斯克战区 调动了这个方向的原有的战略预备队 现在俄军只有约15000多名的后备人员 这些人员训练显然不足 在托利尔斯克市解决最后的决战的节奏 显然力不从心 托利尔斯克战役将很可能会变成马拉松 俄军前线专家的观点 目前俄军是反炮机反应的速度太慢 和装备的单一 在顿巴斯前线 即使俄军已经确定并传输了反炮目标的坐标信息 但是乌军的炮兵阵地有时仍然会从同一位置连续射击三到五天 俄军反炮机需要两到四周才能进行反应 而此时乌军的炮兵阵地早已重新进行了部署 俄罗斯专家认为 目前柳叶刀寻飞弹 这也是唯一有效的俄军反炮机的主战武器之一 但是使用技术显然供不应求 乌克兰军事专家也指出 美国新链终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俄军的前线阵地上 俄军已获取了此项的翻墙的技术 新链技术也正在帮助俄军解决前线作战的协调和通信的难题 同时也提高了俄罗斯战术火力的定位的精确度 乌克兰侦察无人机目前已侦测到在整个顿巴斯战区 俄军星链的终端平台 并为各个战术小组提供了子终端的服务 同时乌军前线依靠星链系统所组网的战场动态的指挥系统 也正遭到俄军的入侵 凤凰卫视卢宇光 伊万 沙维 阿拉曼 乌格莱达尔的报道 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